那这杨先生 据我听说 您老伴不是干这行的 而且您老伴还不看您演出 他说您在台上 装男装女的 我看难受 因为我们是指着吃饭的 指着这行业 不到现在还没说像呢 这我女朋友 这我没有那种想法 那个先生演员家属 对待这个行业什么的 不是统一的看法 个人有个人看法 您比如说 那个我的伙伴人民起 人民起 我们大年初一 一大年初二 演那什么的扶手拳 穿小袍子 他们老娘啊 非看这场不可 好吗 看完还没事 没 她喜欢 她就看这段来的 这个就跟杨老师说的 完全不一样了 那杨老师是我夫人 看不了我在台上 说像是心疼 这边是我就想看我儿子 在台上穿小袍子 怎么这样的 这个什么 跟生活有关系 在他进我们队的时候 杨少华家的生活很困难 你算他四个儿子 老两口子 在下瓦房住一间八坪 你是九坪 九坪 上边大岸楼 你想这六口人怎么活来 他就愣熬到现在 也是不容易 我特别同情嫂子 杨少华的爱人 家里生活条件不好 他在街道上拉小车 那个时候的 那个杨一小 后台呢 就是看见小孩了 都给买吃的 这个给买点糖啊 那个给买点糖豆什么的 该什么也不爱吃 后来我问他 我说你到底要吃什么 饼棍 他小时候就是吃饼棍 这是最好的食饼子 小的时候就受着熏陶 看他们说那个 那拿大板弄那相声 看他们演话剧 当时演的叫怀树庄 那是宣传有个大地主刘文采 对 他演刘文采 他太瘦了吧 这地主果实也不太好 对 没错 我记得有一个剧照 他躺着你就拿那脚那一纸 那一次你得交租子 后面还站着俩打手 那俩打手有我爸爸 对 这一个冯丽多先生 一个这儿一个这儿 就是反派专业户 有一回我演地主 怀树庄大伙斗地主 孩子就活着超级棍子 来打他们 孩子接受不了了 接受不了 那时候有打算 让孩子们也学下了吗 没有 这俩孩子五音不全 唱不了 所以这个段子就得少一大半 王子说太苦道了